单词记不住 背了就忘怎么办呢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 艾边浩斯先生提出的 遗忘曲线 我们对新单词的记忆 会在一定时间内快速下降 在一天之后 我们只能记得33.7% 所以遗忘是客观定律 无法避免 那么对抗遗忘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重复 把短期记忆变为长期记忆 比如说第一天 我们背的是List1 那么第二天 除了背当天的List2之外 还要背前面的List1 第三天就背List3 还有List2 and 1 第四天就背List4 还有前两天就可以了 List3 and 2 第五天就背List5,4 and 3 经常记错单词 我们就把它抄在 另一个小本子上 平常加强记忆 人们在记忆有规律的事物的时候 效率会比记忆无意义的事物高得多 在这里小雷给大家推荐 三个好用的方法 第一个自然拼读法 把单词分成好几个部分 按读音来背 还有单词分类法 把单词按照水果 动物 性格 节日等等来分类 单词之间互相独立 又有交集 第三个词根词坠法 比如Logic 这个词根是和学科有关系的 就记忆同样以Logic结尾的单词 有了这些方法 单词在我们眼中 就是有规律的字母组合排列了 看懂这条视频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你也能轻松背单词 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